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 手遊攻略 那這是無名江湖 好,那旭哥今天要來分享官方認證 T0最強的武學神功 各種神功的搭配 然後怎麼樣去組合 怎麼樣推薦的招式 怎麼去使用 非常多 刀法 然後鞭法 各種劍法 超強的神功 都可以在這邊看到 非常好玩 分享這遊戲一些玩法 還有最多的禮包碼 還有隱藏版序號拿法 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 禮品碼 對話碼 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女角啊 哇,有這個美腿妹妹 以前就有穿那麼短的裙子 古代就有短裙的嗎 那麼香 好,那旭哥選這個好了 都蠻帥氣的 看大家喜歡選什麼角色 自己 那畫面看起來還不錯 武俠的這種手遊 無名江湖 這種武俠手遊 好像也出了蠻多的 來 上陣囉 嘿嘿嘿 開戰囉 啊,戰鬥畫面 剛剛選這個女角 很像在玩那個 剪刀石頭布這樣 護客這樣 療傷 玩法其實還不錯啊 我們有這個少林寺的高僧 教我們這個 哇 增揚劍法 那麼帥 好,使用大招了 大臣 好,拿到增揚劍法了 武俠 這武俠風格還不錯 來,我們上大招了 直接把大招放第一個 增揚劍法 來,直接他貝克我們 輕鬆KO 那之後可以開這個快速 二之五可以開加速 輕鬆獲勝 來 這個應該是要來刷首抽是不是 南少林寺 十年之前 要唱歌了是不是 哇 無名大師張道長 這個兩個是 神級的對決啊 有如來神掌 太帥了吧 他這個還有配音耶 其實遊戲還不錯 兩個招式互放 有點卡牌的玩法 但是是那種格鬥 格鬥加卡牌這樣 還不錯玩耶 好,那旭哥來分享這遊戲 最新最全最多組的禮包碼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 及這個隱藏版序號的拿法 那我們首先點外面 左上角的人頭 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點畫面的右下角一個設定 設定點進來之後呢 在畫面的右下角 就有個兌換碼 那點進來呢 在畫面的中間 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兌換碼就是禮包碼 序號兌換碼 CDKey反正就差不多都是一樣 就左上角人頭 點進來 點畫面右下角設定 接下來點畫面右下角兌換碼 這邊就可以輸入了 好,那接下來呢 旭哥來講一下 無名江湖的隱藏版序號的拿法 那我們首先必須要先到 無名江湖的官方FB粉專這邊 那這邊就有很多攻略的資訊 還有一些抽獎活動 那像這個活動呢 他有抽獎 抽iPhone啊 PS5之外呢 他還有這個 事前預約 那就有很多獎勵 我們就點進去看吧 給大家看一下 像是有這個事前預約的活動 這邊 連結點進去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 無名江湖事前預約活動 那這邊你就可以輸入你的手機 像是安卓的Android 或是iOS 然後手機你可以選你的地區 應該是台港澳 新加坡馬來西亞也有 台港澳新馬 等於是說五個 通常都台港澳 所以這邊新馬的也可以在這邊預約 台港澳新馬 所以新馬的玩家也可以在這邊 西哥頻道有沒有新加坡人 這樣馬來西亞有 但新加坡好像很少看到 好那接下來在這個邀請好友這邊就可以領 好大家可以留言一下說自己是哪一個地區的 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澳門或台灣都可以留言 好 那邀請好友呢會有這個額外的獎勵 像是學習點啊然後這個欄草然後簽機券 這邊都有東西 那下面有寫嘛 完成這個活動啊 事前預約還有俠客同行活動會有得到這個遊戲的虛寶序號 在第三條這邊 那他會用簡訊的方式發送到你的手機 然後之後這個遊戲上限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這邊有講 那使用期限是到上限前一日的11點59 這活動時間啊 所以到這個上限之前的11點59可以使用 還有這個每天送10連抽 有這個郵件可以發送 所以這個可以拿到很多抽 每天10連抽 應該至少可以這樣領好幾百抽吧 每天10連抽一直領的話 對啊這邊可以領 然後這邊虛寶碼的話呢 那30日內呢要在遊戲內進行兌換 這個禮包碼 就是虛包碼 那一下叫兌換碼 也像叫虛包碼 像 大家無所事從 反正都同一個東西 禮包碼遊戲的虛包碼序號 兌換碼 那這邊還有這個Facebook的獎勵 所以這邊很詳細啦 包含著所有的東西都在這邊講很詳細 那旭哥也都分享很詳細 所以有這大量的資源 可以免被拿 然後禮包碼隱藏版的序號 到這個手機 號碼去領取 它會發送到你的手機號碼 好所以最爽的福利都分享給大家啦 大家爽到啦 那虛哥來分享這個官方認證 T0最強的神功搭配 T0最強的武俠神功 這邊都有講就是要使用什麼樣的神功 那這邊很詳細 搭配 像是前期啊中期啊後期啊這邊都有講 好那旭哥就先拿幾個比較好用的來講一下 像是比如說這個用刀的話有這個後手四破刀 它使用是霹靂刀法再加上曼陀鞭法 這邊很多 然後還有這個陰陽刀法 然後問天刀法 安宇飛刀 以及這個殘業刀法 這邊很詳細的分享 這個刀法的玩法 那內功的話呢我們可以使用太乙蒸氣這個內功 還有這個金鐘罩以及 這個冰塊真金啊 哇這個有妹子好像看到歐派了 不錯不錯 還有很詳細的介紹 其實還不錯 它有一些這個搭配的思路啊 武學搭配思路 最強的神功 然後面呢還有一些強化的玩法 比如說使用這個氣海刀法啊 滅疾刀法 魯患相生拳 九尾奇鞭 太極拳 太極神功這樣 可以做一些強化 就是你從前期玩到中期玩到後期呢 它都可以 就是去搭配 然後它有一些套路的思路 比如說要大量運用後手招式 克制較多的出手啊 然後武學的擺放 那盡量就是要怎麼擺啊 然後因應對方的麻痺啊 然後盲目啊這些的招式去使用 那優先的話 以P1刀法大於殘業刀法大於石破神法 這些來做搭配 那其實都很詳細在搭配 推薦搭配這邊 那所以大家玩的時候呢 都可以去 那比如說你玩的是御劍的話呢 你可以使用這個 含蒼劍法 然後幻影神劍 喔這個好帥 然後還有這個流雲十三四 然後玉池九劍 醉翁劍法 還有這個 孤靈劍法 不是獨孤九劍 內弓的話有一樣金鐘罩 算蠻實用的 冰塊真金 這個好像都是比較常見的 還有太理真器 好像都搭這三個 那輕弓的話用這個 清風幻影步 然後翻層術 還有這個七步分身術 那裡面呢也介紹很詳細 所以我們也可以從這裡 看要怎麼去搭配 所以玩法算是不錯 那我們也有先呢 以這個幻影神劍 在流雲十三是在 這個寒蒼劍法 這個是我們的 就是優先的順序 那強化的實魯的話 我們之後可以做洗髓精啊 然後 霧名劍法 還有五月蒼雄劍 來做搭配 後續可以補強 比如說這個子如疾風啊 生生不息 換骨之息這樣 那其實都還蠻不錯 就是有很詳細的做攻略給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這邊 那這是官方認證 T0最強的武學神功 好那今天攻略分享到這邊 包含這個隱藏版的 李包馬拿法 還有各種遊戲的玩法 好最爽的攻略 最爽的福利 最爽的李包馬 領取還有各種福利啊 都在旭哥頻道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 看旭哥所有攻略 我們現在集 攻略見了